今天是2023年1月20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集是苦年最后的一次跟大家见面 首先衷心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支持 今天焦点由2021年5月起开始跟大家见面 将近一年七个月的时间 我们抱着以事论事的态度 不麻木跟随也不麻木地反对 和大家分析观点 也因应社会的实际情况 作出了我们认为最合适的评论 或者有一些观点大家未必会认同 但可以掀起社会讨论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未来我们会继续秉持着这个原则 希望可以陪伴大家一起与香港发展 好了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讲两件新闻 第一单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月19日宣布了 未来1月30日将会取消新冠感染者的隔离令 将会以上呼吸道病形式去管理 简单来说即是未来 如果COVID是确诊就由1月30日开始 无需要强制家居隔离或者去隔离营 这个无疑向腹上踏出了一大步 但烟湿情况相信有不少市民都关心当中的细节 当中包括了什么呢 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 第二单新闻想讲一下2016年旺角暴乱中被判监禁 7年的盧建文 他在1月19日刑满出了狱 他出狱之后有讲过他的感受 我们会结合近日的新闻 和大家讲一下究竟有什么启示 1月8日澳门将新冠感染列为封土病 就算中了招 只要病症不重都可以上班 时间来到1月19日早上 特首李家超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中宣布取消隔离令 之后在同日下午当局公布了进一步的资讯 当中包括了确诊者不用再在网上申报 政府只会发出健康建议 亦都会停止发放抗疫物资包 最重要一点就是 如果你confirm COVID的确诊者 没有病症亦都可以外出和上班 但是就建议确诊的学生就不要上学了 而有病症就建议避免外出 在有隔离令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感染者外出已经是随时触犯法例了 但是1月30日开始外出 甚至吃饭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靠的就只可以是市民自己自律 希望不要重现 就是有些确诊者刻意出去餐厅播毒的情况 好了 另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 如果日后真的中了招 上班方面又怎样处理呢 现在有隔离令的情况下 就是确诊了之后 和当局申报 用隔离令向雇主作出证明 雇主就不可以因为这样不出粮 亦都不可以炒油 将来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勞工及福利局局局长孙玉涵就说 确诊者如果要申请病假就一定要去看医生 再由医生看看情况发出医生指 如果雇主要求确诊员工不上班的话 一样是要提供有身价 在这方面来说 无论是雇员或者雇主 相信都有很多关注的地方 就雇员打工仔来说 看医生相信的问题就不大 不过康复的情况真是因人而异 我想大家身边必然有不同的朋友 确诊之后康复的期有很大差别 有些人三四天已经是转回一条线 有些人就要去到八九日才变回阴 但我听过最近的还要是 最长去到十四日 你想想如果看医生 开医生指可以拿到多少日病假 一般的私家医生 开药是三日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通常一般开一日假 最多开两日假其实都是不常见 不过都是因你因什么病 即是说如果我当今次确诊的 医生开始开三日病假 如果手未长的 即是每三日要看一次医生 假设有人康复期间需要九日 即是这段时间要看三次医生 另一点想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看私家医生想拿一些特效药 那一定要先查一查 那个医生是不是已经在医健通 登记了向政府拿到药 截止到2023年1月19日 就有549名私家医生在名单上 因为有可能你看过医生 如果他是不on the list 他就未必有特效药可以给你了 至于雇主方面 申报隔离令和给钱看医生 始终都是两回事 因为给钱看医生就涉及了金钱 如果有确诊的员工坚持他不看医生 要么就要他上班 但如果他的工种不可以在家中工作 就有机会会令到其他同事感染 如果他要放假 就一定要拿年假 这样不单只涉及金钱 更加牵涉到公司的运作原则 大家想一想 其实在基层的员工里面 我想大家都记得当日 有很多食肆的基层员工 和做护老院的员工 政府当时就规定他们每隔几天 就需要给PCR测试 去自己自费核酸检测 当时就有基层的员工都觉得 如果一次要自费240元的核酸检测 真是很贵 他们未必应付得到 后来政府才有资助 如果我们拿回这个逻辑 现在其实一般雇主 都会跟回政府的指引去做 或者建议应该这样说 现在政府就是建议 如果你确诊就去看医生 雇主如果跟政府的逻辑 就希望员工去看医生 但是基层人士会不会觉得 要花这么多钱去看医生 都是一个负担呢 真是要想一想 雇主就 你最多可以住7天 不需要再给RAD test去展示 你得一条线都可以自行离开 这些隔离设施会维持到2月28日 在这里我们想再一次多谢消防处 感激他们一直以来在疫情期间 为提供这个疫情热线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现在向着复偿踏出一大步 但是实际情况上 除了市民要自律配合之外 其实都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 或者都要一段时间才可以适应到 更重要的是 政府不要对病毒调以轻心 要做好准备 应付新冠可能再爆发的情况 说完疫情 我们转去看另一单 旺暴息囚的新闻 2018年6月11日 因为旺暴案被判监7年的盧建文 是旺暴案中判刑最重的被告 获减扣刑期后 他就在1月19日刑满出狱 在狱中坐了差不多5年的盧建文 出狱之后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盧建文就说自己无意移民 但是对未来还未有计划 要如何重新适应社会 还说香港这样的环境之下 有什么可以做呢 无处容身 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曲线地说 他说这四年八个月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对于香港发生的事 他就说了 对对错错历史自有公论 大家可以看到他根本是不甘心 亦都无奈现实如此 只能够承认的 如果大家记得 当年他被判罪成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他说 帮我看着香港 结果在2019年黑暴爆发 不少年轻人涉案被捕 近日有消息传出 涉案的7000人 或者在2月会发落 如果真是幸运不被起诉 见到盧建文这个例子 年轻人会不会应该作出反思呢 其实我们都说过很多次 不少人以为所谓的 出一出来 演一现身 甚至在网上流了一句话 可能毫无后果 但事实是行差答错 你的人生选择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出狱之后可以做些什么呢 前路怎样面对呢 还是要继续搞政治呢 远的不要说 近的就说回 1月17日 警方就旺角隐势市集 涉嫌卖港独书 拘捕了六个人 就可以见到仍然有人死心不惜 年轻人还要麻木去跟风 盧建文还要遮用电影说了一句 就算世界多坏 你都不可以做坏人 其实应该是 不要做罪犯就真的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先和大家八个早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事顺利 我们在套年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